我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 很多次我九死一生 现在让我带你们进入那些海人听闻的故事里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古剑 太原市有一条街 太原南宫古丸街 这条街上面摆满了古丸和老百姓家里遗传下来的古董 和为人所珍视的古代器物 是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奇珍物品 古丸的收藏与鉴赏是一项高雅的丸 一种有品味的丸 一种有文化的丸 一种背负了历史寻旧怀骨的丸 古丸投资属于艺术品投资的范畴 这条南宫古丸街可不同其他的古丸街或者古丸市场 作为太原街最富盛名的古丸街 真或不少 而因为古董引发的那些灵异史 自然也是不少 在南宫古丸街上 有一家从清朝就开始在这条街上称霸的古丸店 那就是钱家的斋宝楼 钱家靠着斋宝楼 不敢说富可敌国 但绝对是富甲一方 可传到钱又龙这一辈 斋宝楼已经没落了 因为那个年代连饭都吃不起 哪还有人稀罕古董呢 就算有那么一两个人真的是视古丸如命里 可你要是没有过硬的古董 谁肯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 花钱收藏古董 只要是搁在几十年前 斋宝楼什么宝物没有 像故宫的玉器珍宝 还有寺庙的金佛铜器 斋宝楼那是应有尽有 可日本鬼子进了中原 没少祸害人家 钱又龙的爷爷为了保住钱使一脉 只好把祖宗留下来的家产来孝敬日本人 这斋宝楼已经不剩下什么宝物了 这天 钱又龙坐在斋宝楼的门外面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 感觉这古丸街的声势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正想着 一个穿得土里土气的中年汉子紧紧的捂着怀里 走到了钱又龙面前 你这儿瘦古董吗 中年汉子便四处望 便说道 钱又龙抬头看了看这中年汉子的衣着 土里土气的 又紧紧的捂着怀里的什么东西 钱又龙眼貌金光一样 赶紧拍了拍屁股上的土站起来 把这名中年汉子给迎进了门 来来来 您快请进 您喝什么茶 龙井还是观烟 钱又龙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来倒探货的人 便忙着招呼客人 别忙活了 拼拼这物件吧 中年汉子边说 便把怀里的东西拿出来摆在了桌子上 钱又龙定睛一看 老天爷呀 是一把古剑 钱又龙拿来放大镜 对着这秀气斑斑的战剑 仔细的品味着 钱又龙闻到了那杀气纵横的血腥味 还用放大镜看到了那古剑上 沟壑纵横的血迹 钱又龙看着这中年汉子进门前 就慌慌张张的 心想这古剑来历肯定不赶紧 祖上有规矩 来历不明的古董坚决不能收 否则会有血光之灾 可现在连饭都吃不上 谁还会在意那些规矩呢 钱又龙想到这儿 转身从柜子里 拿出来五百块钱 撂到桌子上 正要开口 没想到那中年汉子 把钱一拿就转身走人了 钱又龙心想 这人倒也痛快 钱又龙吃过晚饭 又仔细的将这古剑品味了一番 心中不禁感叹 过了这么多年 还是能感受到 这剑上面的杀气 不知这把剑当年要过多少人的性命 过了一会儿 钱又龙禁不住困意 就躺在床上睡了 想着明天赶紧把这古剑给出手 不然啊 迟早会出事 就这样 钱又龙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半夜 钱又龙突然听见一阵 嘻嘻嘻嘻的声音 他睁眼一看 直接一把古剑朝自己劈了过来 钱又龙啊的一声就滚到了床底下 在床底下的他隐隐约约 能听到一阵铠甲的声音 而且那声音离自己越来越近 惊魂未定的钱又龙突然想起 自己的床头还有满满的一碗朱砂 因为啊 以前钱又龙的父亲卖古董 诡异的事情没少出 从此就定了一个规矩 晚上睡觉的时候 床头要摆一碗朱砂 而且家中还要养公鸡和黑狗 一方不测 钱又龙颤颤巍巍的爬出来 罔顾四周 只见一个模糊不清的黑影 拿着那把古剑朝他走了过来 钱又龙也不多想 直接把那碗朱砂 一下子全都撒到了那黑影上面 那黑影顿时消失了一大半 钱又龙剑还没有消灭掉那黑影 他转身就往后院的鸡笼里跑 与他听老辈人说 家里只要犯了血 在鸡窝里面躲一夜 保证什么事也没有 钱又龙打开鸡窝 看着这臭气哄哄的鸡窝 正在犹豫进不进 突然就听见身后嘻嘻嘟嘟的声音 钱又龙知道 这是那把古剑追上来了 就赶紧钻进了鸡窝 说来也怪 钱又龙自从钻入这鸡窝后 那古剑好像非常忌惮这鸡窝 一直在半空中漂浮着 嘴中咔嚓一声 插进了土里 钱又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这臭气哄哄的鸡窝里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 钱又龙在鸡窝里 被这震耳欲聋的鸡鸣声给吓醒了 他揉了揉眼睛 看着外面那插在地上的鸡窝 半天也没什么动静 便颤颤巍巍的出了鸡窝 一看没什么事 钱又龙一刻也不敢耽误的 就拿着这把鸡窝 去找他所认识的一位高人 那人仔细的看了看那把鸡窝 随后对钱又龙说道 你怎么可以收陪葬品 这鸡箭应该是一位将军的配件 不说这将军来找你的茶 就算那将军不找你茶 那箭上面的亡魂无数 你扛得住吗 还有啊 类似于什么镯子呀 古丸啊 之类的 都会给主人带来运气 但是有些主人生前有利器 或者杀心 那物件多少也会带一点的 以后你收东西可要看仔细了 记住 跟死人抢东西 那是大忌 钱又龙四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 钱又龙不管日子过得有多饿多苦 他都只收家里祖传的老物件 绝对不收那些来历不明的古丸古董物件 而且他也给后代传下了一个规矩 以后家里不收来历不明的物件 家里必须要养鸡 床头必须要放一碗朱砂 或一个磨豆 关键时刻 可以保命啊 听众朋友 古剑不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这期节目 欢迎您的点赞收藏评论 同时也感谢您的打赏 我是莫梅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into the raging sea waves are crashing over me they drag me down they drag me down they will not drown they'll know my name by bwd6